安身立命 听诚语故事 喜古人智慧 幽兔笑谈 成语篇第152集 事宜 安身 居处得以容身 语初屡试春秋 有识来 遇大 立命 修身养性 以奉天命 语初孟子 尽心上 安身立命 只居处得以容身 生活便有着落 精神上亦有所寄托 典元 安身 居是春秋 有识来 遇大 燕雀征善处于一世之下 子母相补也 许许烟香乐也 自已归安也 造突厥则火上门洞 燕雀颜色不变 是何也 乃不知或知 想及及也 为人臣免于燕雀之志者 华以 不为人臣者 尽其诀陆富贵 故子兄弟 相与归 周于一国 许许烟香乐也 以归其设计 其为造突进也 而终不知也 其与燕雀之志不亦也 故曰天下大乱 吾有安国 一国禁断 吾有安家 一家阶段 吾有安身 死之未也 立命孟子 尽心上 孟子曰 尽其心者 知其性为 知其性 则知天也 存其心 养其性 所以视天也 咬兽不二 修身以四指 所以立命 注解 咬兽短命或长寿 咬 一咬 无二不移 四 因四 等待 典故说明 安身立命细由 安身 即立命二语组合而成 安身是初次旅逝春秋 有十难 玉大 其中 有一个小故事 说老燕雀和小燕雀居住 在某户人家的梁上 自以为非常安全 不料有一天 这户人家突然失火 燕雀的巢也跟着遭殃了 这个故事提醒人们 如果天下纷乱 就没有安定的国家 如果国家纷乱 就没有安定的家庭 如果家庭纷乱 就没有得以容身的地方 立命则是出自孟子 浸心上 孟子 西元前372年 至前289年 宁科 自子于 战国时邹人 受寻于子思弟子 提倡王道 众仁义 轻功力 创性善之说 后世尊称为亚圣 他认为 一个人如果能存心养性 遵守天道 没有违背 那么 他对于寿命的短长 就毫无疑虑 只专心地修养心性 等待命数 这就是成全天命之道 后来这两个典元被合用成安身立命 用来只居住得以容身 生活便有凿落 精神上亦有所寄托 用法说明 一 天下之大 大丈夫科幻无可安身立命的地方 二 脱离了繁华的城市生活 此后这个山村便是我的安身立命之处 三 失去一切的劳力 难难自语到 哪里是用人去处 足可安身立命 四 颠沛流离许久 老王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工作 内心高兴不已 五 土匪烧毁了这个村落 让村民们顿时失去安身立命之处 个个显得彷徨 不知所措 六 这个城市百费待举 急需各类人才 我们到了这里 徐图发展 早晚一定可以再次安身立命 安身立命 只居处得以容身 生活便有凿落 精神上亦有所寄托 恭喜 今天你又学会了一句成语 听成语故事 喜苦人智慧 悠兔笑谈 感谢您的观赏